大家好,欢迎到Y Diary 今天是农历新年之前的最后一支影片了 现在和各位报个年 新年快乐,年中三十个月哦 那相信各位啊,如果平常有组定我们评斗的话 就会知道我个人啊 在过年前夕都会有一个小丑的活动进行 那就是我会做贺年卡片寄送给我的朋友们 这边欢呼一下 好的,那我们回来现场这边 我们去年是使用了Zoe的水晶印章 还有乐意的玫瑰圆来做出粉嫩的贺年卡片 那我们今年啊,主要是使用 去年做红包袋的时候会用到的 有产纸来当成主角 一起用简单素材还有步骤 来完成你诚意满分的贺年卡片 这次的素材啊 有像这样子的明信片纸 漂亮的有产纸门 还有一些日式或中式风格的纸材 那今年重点的角色啊 就选用身边围绕着美丽花朵 有气质又超级美丽的 飘屁亚的女孩们 那另外一个姐妹本 主要是在色气方面呢 使用了金黄桂漆系列的材料们 马上开始制作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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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这次的制作方式并不复杂 但我们把两张成品摆在一起 着实为我们的新年带来美好的氛围 先来看这张红粉色系的贺年卡 是不是除了气质绝佳之外 还充满恋爱感呢 我们以红色还有粉色的纸材们相叠 做出层次感 搭上我们这次选用的佳人 还烫上玫瑰金的贺年烫金字 非常大气又不弱俗套 烫散的花朵啊 象征着大家的春天已经不远啦 没错 我先募这张可以列为 招桃花系列的粉嫩佳人贺卡 好那既然是有招桃花的祝福啊 当然大家在新年的期望啊 肯定不会少了裁员广进对吧 这时候我们的这张金闪闪贺年卡 就能帮你抓住你的奖金 我们整体选用的纸材啊 虽然是质感风格不同的 但搭配在一起我觉得很和谐 花鸟们相聚在一堂 祝福大家新年一帆风顺 当然啦 同样也使用到烫金笔 且让含金量无敌的金赫年来点缀 不需要太多的复杂元素 就可以带来充满新希望的新年氛围 这次的贺卡兼具恋爱还有金钱运的祈福感 大家或许也可以拍起来当成手机或电脑中部呢 哈哈哈哈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种风格的手作贺卡 边做边祈愿 想必效果更加倍 没有错 今天是农历 没错 今天是农历年前 我们最后一次的新 今天是农历年前 今天是农历年 今天是农历年 今天是农历新年之前的最后一支影片了 现在要和大家快快快点点 今天是农历新年之前 今天是农历新年之前的最后一支影片了 现在要和大家快快点点 今天是农历新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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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制造花絮吗 我们这一会儿要使用的简单好做的方式 来献上满满祝福 想要用电影所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参考看看喔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喔 IG当然也是持续follow起来 要平安健康又顺利 那各位我们就五年见啦 拜拜 恭喜恭喜恭喜